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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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做这样一辆转播车 我们需要先明确需求 就到底想要实现哪些功能 然后再来匹配对应的硬件 就其实直播这个东西看的是你的逻辑性 就如果你想做直播 千万不要怕难 因为真的没有这么难 更多的是看你解决问题的顺序 还有手段 那在设计之初 我们就明确了几个点 就第一 4K直播对我们来说不是必要的 因为大多数的直播平台都还没有适配4K 就大家看直播也很少会用4K的设备来看 但是1080P50帧真的很重要 这样画面看起来会顺畅很多 然后第二是因为车子是到处跑的 所以我们需要稳定高速的网络连接 所以5G还有4G网络我们都需要用到 最好能够有信号聚合 也就是说能够把多张SIM卡的网速 聚到一起来进行分发 这样翻车的几率会小很多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希望尽可能减少车内的线数量 因为线是最容易弄乱的 那我们初步设计了三个基础机位 但希望能够扩展到8个 来应对更加复杂的直播 然后第四就是我们需要一个集成化的供电方案 因为我不希望所有的设备都是分开供电 不然换电池就会把你给类似 在确定这些基本方向之后 我们就开始设计整一套解决方案 就其实和思维导图很类似 就我强烈建议各位无论是拍摄还是直播 都先要把脑子里想到的这些必要的东西都写下来 然后再进行分类还有组合 就我们以这辆Country版为核心 从视频信号 音频信号 导播 供电 还有传输 这五个点来切入 选择了尽可能紧凑但是可靠的设备 那理论上一个基本流程是这样的 多台摄影机采集信息 进入到一个切换台 导播选择合适的画面 再搭配上叠加在画面上的包装 然后同步输出的声音 同一编码 再输出到一个5G的网络设备 由这个设备把信号送上直播平台 就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我们选用的切换台 是来自于BMD的 ATEM Television Studio HD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切换台 体积小 具有HDMI接口 还有SDI接口 但这个不是重点 因为设备没什么好讲的 就我们想的是 既然针对个人型的转播车 它就必须要简单 就人员可能培训一两天就能够熟练使用的 那种简单 所以我们做的设计就是 把这个导播台经过网线 连入一个交换机 这样的话你拿一个Surface的平板 就能够通过无线网 来接管所有的切换台的功能 非常简单 就是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就可以了 导播只需要坐在它的屏幕前面 操作手上的平板 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切换 不需要去真的占用空间 去按这个切换台上的每一个按钮 那因为距离很近 整个系统在WiFi之下 其实非常稳定 音频我们也是一样的理念 选用了Soundcraft UI16条音台 那同样 这是一套可以通过手机 平板 电脑 多个终端来控制的 这么一个触屏控制的系统 那我们选择了iPad 来作为它的控制器 那因为iPad足够稳定 而且触控的这个精准度 非常的高 很适合来做调音的工作 那最后的一个节点 就是信号的输出 我们选择了华为的5G CPE Pro 2 作为核心的网络储备 然后我们还加上了一个高式的T80 来作为推流的硬件 T80可以进行聚合的这个信号传输 既有5G信号通过有线来进行实时的供应 我们又在T80内 插入了三张不同运营商的4G信的卡 信号不管在哪里 只要有就能够开启直播 那网络也不会轻易的断联 那我们其实还开着车去了西湖 去了CCCD都赚了一圈 信号始终坚挺 那这里肯定有朋友会说了 如果你没有4G和5G信号 那你这个车不就歇菜了吗 其实也不会 就我们可以加装卫星网络 虽然卫星网络的价格 大概是这样 反正只要甲方有钱的话 通通帮你实现 那另一个替甲方考虑的地方 就是我们还做了一套录制系统 我们通过这个BMD的设备 可以在直播完成之后 立刻就生成一个SD卡 直接分发给我们的甲方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方便的 只要直播结束 你需要的人 就可以立刻拿到整一个录播的素材 不过设备单独拿出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难点 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这些系统 优雅的集成精这辆 迷你里面 就Countryman是迷你家族最大的一款 就空间非常的宽敞 但它还是迷你 很灵活 可以在各种环境下穿梭 甚至可以越野 最骚的是它还可以加装一个车顶帐篷 或者装一个储物空间 你可以直接住在车顶 或者用来放东西 当初其实我还在车顶帐篷里面住过 感觉非常好 所以话车员 首先固定这些设备的机柜 并不难定制 但是怎么样做好和车之间的固定 又能够保证美观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在我们的合作的改装厂提供了方案 他们真的非常专业 之前开模制作的防滚架 可以直接在原车底板上进行固定 只需要稍微调整防滚架的结构 就可以完美地匹配我们的机柜 把柜子牢牢锁在车上 完全不会破坏车体本身 安全性也非常高 虽然机柜可以使用无线图传 来解决画面的传输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固定了两个有线的机柜 左侧的柜子就是线材的收纳区 我们定制了两个20米的线滚 需要使用的时候 只要连接到右侧接口板上 然后简单的拔插 就可以立刻完成连接系统 就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快捷 这样一番操作 整体的美感就会非常在线 不会到处都撒在地上的线 固定好了设备 就差给他们通电了 尽管我们在挑选设备的时候 已经把所有设备的总功率 降到了300瓦以下 但是对于这么一个车载电瓶来说 还是会比较艰难 那在改装店老板陈总的建议之下 我们单独加装了驻车电源 长时间停车时 设备的供电就得到了保障 那整套电路系统 有总开关的控制 那电源有电路保护模块 安全性也能够得到保障 实际使用下来 可以支持一场三到四小时的直播 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那更长的续航 你也可以通过携带一个小型的发电机 而来实现 那车内这三块屏幕 就是导播 调音师 还有在线包装的这个操作区 那考虑到车的独特性 前排我们采用了遮阳板的固有接口 定制支撑配件 来固定这个屏幕 这样机保留了原本的功能性 不使用的时候还可以正常折叠 不会破坏车体的结构 那如果遇到长途的驾驶 还可以把原有的结构 来恢复保障安全 而到了后排 我们借鉴了一些豪华车的设计风格 把屏幕固定在了头枕的支撑腿上 这样机方便理线 又可以保证操作员 长时间使用的舒适感 那么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 三位操作员同时坐在车内 各司其职 并不会感觉到特别拥挤 那为了让他们和现场有效的沟通 我们还加装了一套 非常特殊的专业的通话系统 这个萌马450T 无线通话系统非常厉害 简单来说 就是它能够打电话 但是那种非常可靠 不需要用手的电话 这样可以指挥 在车外的摄影师 进行对应的操作 那这套系统最高支持 八路通话 四百五十米的通话距离 可以覆盖所有公众的 这些基本的沟通工作 那当然 当这些功能都实现之后 外观当然不能妥协 为了让大家一眼就能够辨识到 这辆车的独特 定制了合法的涂装 就有很多细节 等待你们去发现 比如说车门处的涂装标志 mini Livestream SUV 代表了它的身份 引擎盖上的箭头图案 源于视频中的播放按钮 而车尾定制的字母 Broadcastman 是从这个countryman 演变而来的 代表了直播的使命 所以总的来说 如果你在马路上 见到这一辆非常特殊的车 那不用怀疑 它就是我们和mini合作的 这辆直播车 一定要打一个招呼 或者拍张照片 告诉我们 这个项目我真的觉得 非常非常有趣 直播车改装完成之后 大家都很激动 就我们接连进行了 几场路跑测试 开启了几次直播测试 就虽然在改装过程中 因为空间结构 还有客观条件的影响 方案改了很多次 但最终 基本达成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之前我也有说过 创造一个和谐的系统 真的特别有成就感 就直播方案还是很好玩的 而且现在直播本身 还是一个有不少机会的地方 就我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让你了解到一些 直播的知识点 也许能够借此 找到一条新的收益线 也许 因为我们也是这样 摸着摸着 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 这次真的非常非常感谢mini 能够给我们提供 这么重要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使用 最大的mini车型 新一季的mini Countryman 来改装 也感谢杭州mini工厂 对我们项目的帮助 真的太有帮助了 各位假如想改 mini的车型的话 可以找他们 如果对这辆直播车 或者户外直播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发私信 联系我们 想看我们用这辆车 来做直播的话 欢迎弹幕上刷一下 我们也许可以用这辆车 来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视频做的真的非常辛苦 喜欢的朋友 请务必点赞 投币 转发 三连 然后 没有关注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by bwd6